永柳 贺之章 碧玉装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涛 不知戏业谁才出 二月春风四剪刀 这是一首写杨柳的诗 一年一度的春天到来了 柳树又抽出了新枝 长出了嫩叶 那片片新叶 像碧绿的美玉装点枝团 那亭亭玉立的树身 装扮得更加美丽动人 春风吹来 千万条柳枝 向姑娘的裙带随风漂浮 这漂亮的绿丑裙带 是谁才出了的 不就是二月的春风吗 春风就像一把神奇的剪刀 剪除了绿叶 剪除了大自然美丽的春装 诗人用形象的比喻 告诉我们 是春风吹醒了柳树 吹绿了大地 吹来了蓬勃的春天 愿春风浩荡 让绿满人间 永柳核之章 碧玉装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刀 不知细叶谁才出 二月春风四剪刀